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哪些规律 怎样利用记忆的一些特点和规律帮助我们的学习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第六章有关记忆的问题 这一章主要包括六节的内容 第一节是介绍记忆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我们要介绍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 第三节呢介绍短时记忆 感觉记忆 第四节呢介绍一下短时记忆 第五节呢介绍常识记忆 第六节呢介绍一下内野记忆的内容 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第一节记忆的概述 那么这一节里面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呢我们看一看什么是记忆 其次呢 记忆呢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对我们的学习啊工作啊什么样的作用 另外呢记忆是怎么分类的 它可以分为哪些类型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要讲一讲 我们的记忆它的结构如何 它是由哪些成分来组成的 结构如何 另外呢我们的记忆的加工过程是什么 这节的教学目标呢就要求同学 同学们掌握了记忆的概念 记忆的类型 以及记忆的基本的结构 重点就是记忆的概念 种类以及记忆的结构问题 难点就是在记忆的一些种类的划分方面 这是我们的一些难点问题 好 下面我们首先介绍第一个大问题 就是什么是记忆 记忆呢大家已经都熟悉了 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种现象 如果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表达出来的话 记忆呢它是指 它是在头脑中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 这就是一种记忆 是在头脑中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 这个叫做记忆 如果用信息加工的术语来讲呢 记忆呢是人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 进行编码储存和提取的一个过程 从信息加工心理学啊 或者说信息加工 这个角度来讲呢 记忆就是说 对外界输入的刺激呢 首先进行编码 那么经过编码的信息 储存在我们的大脑当中 当你需要这些信息的时候 你再把它提取出来 那么这个过程 从编码到储存到提取的这个过程 就是记忆的过程 在理解这个记忆的含义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注意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他强调的是啊 个体经验在头脑中的积累和保存 就是个体经验在头脑中的积累和保存 因为个体经验保存的方式呢 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说我们人类啊 积累一代一代 积累起来的一些知识和经验 他可以通过书籍啊 这种方式 你看记录下来 那么还可以通过雕塑啊 还可以通过其他的这种方式呢 保存下来 但是你通过书籍和雕塑保持人类啊 的一种经验啊 保持一种个体这种经验 那么这个能不能成为记忆啊 只有在人脑中保存啊 个体经验的过程才叫记忆 所以首先第一点就是强调 它是在人脑中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过程 另外大家要注意一点呢 就是经验呢 是多种多样的啊 经验是多种多样的 它既可以是一种知识性的一些东西啊 知识性的一些东西啊 是可以你经历过的一些事物 也可以是你所经验啊 经历过的一些情绪啊 动作啊 等等等等 比如说你这个过去呢 比如说你来到北京啊 比如说去过天安门 那么你还能够现在想起那天安门的一些啊 壮丽的景色来 那么这个属于对于你 对过去感知过事物的一种记忆 过去感知过的事物的一种记忆 过去呢 你啊 比如说你很早就学会游泳了啊 那么现在呢 你一到这个游泳池 哎 就知道呢 怎么游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对于一种动作的一种记忆 啊 代表说你昨天呢 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聚会啊 当时心情非常非常愉快 啊 现在呢 还能够记起那种愉快的心情来 那么这个就属于对情绪的一种记忆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记忆呢 它强调的是啊 这个经验是多种多样的 它可以是你过去感知过的事物 也可以是你过去体验过的某种情绪 掌握的某种动作 那所以这个呃 记忆呢 就是它所保存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 这个经验呢 是多种多样的啊 那么记忆它 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说记忆呢 它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过程呢 是和其他心理活动密切联系的 啊 你比如说在直觉当中 啊 那么人的过去经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人没有记忆的话 啊 没有 依靠记忆啊 不能依靠记忆来这个 记忆过去经验的话 那么人就不能分辨和确认周围的事物 也就是说周围你感知的这个事物是什么呢 你这时候你只能依靠记忆啊 依靠记忆寄来起来的过去的一些经验 那么对他啊 进行一种知觉 对他一种命名 如果没有这种记忆活动的话 你就不能很好的分辨和确认这个问题 另外 比如说我们在解决问题 这种思维的过程当中 那么思维的过程当中 也要依赖于过去的一种知识和经验 而过去的知识经验的积累 靠了什么呢 肯定还要靠记忆 啊 所以思维呢 它也是离不开记忆的 啊 因此我们说记忆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过程呢 它和其他的心理活动是密切联系的 啊 这是记忆的作用的第一个方面 另外呢 记忆在个体的心理发展过程当中 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啊 那么个体心理的发展呢 它是一步一步的啊 发展起来的 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记忆起的作用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比如说个体要积累知识经验 个体呢 要社会化 那么这种知识经验和社会化的积累的过程呢 你是离不开记忆的 如果离开了记忆 那么今天学的明天忘了 明天学的后天忘了 这样的话 你的心理发展水平永远是处于一种 心生儿的一种状态 啊 你个体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另外的就是人要发展这种语言和思维的话 也必须要保存这种词和概念 如果你学的词 啊 学了就忘 啊 学了就忘 那么你想想 你的语言发展水平 思维发展水平 也只能是处于一种 啊 就是心生儿的一种状态 或者婴儿的 婴幼儿的一种状态 可见呢 如果没有记忆的话 那么就没有一种经验的积累 也就不可能有心理的一种 正常的发展 所以我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讲呢 记忆在个体的心理发展过程当中呢 它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方面呢 记忆它连接着心理活动的过去和现在 是人们学习工作顺利进行的保证 因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心理活动 是跟过去紧密联系的 如果失去了记忆的话 那么只有现在没有过去 你就不能够很好地进行当前的活动 比如说今天讲课的时候 我知道我今天要讲记忆这一招了 那么这个呢 就凭我对过去的东西的用记忆 来接着给大家呢 讲记忆的一些内容 是吧 所以就说你心理活动的过去和现在 它的连接靠的是记忆的 如果把这个记忆这个环节去掉了 那么人类就不能够很好的利用过去的一种经验 来解决现在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我们说就是记忆呢 它在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当中 它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它连接着我们心理活动的过去和现在的 以上我们讲述的就是记忆它的作用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接着来看一看 就是我们人类的记忆 有哪些 它可以分为哪些种呢 是怎么样 划分人类的记忆呢 记忆呢 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的 那么不同的学者呢 对记忆的划分方法呢 也是不一样的 托尔文呢 他把记忆呢 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情景记忆 另外一种呢 是语意记忆 那么这两种记忆呢 它具有这个一些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特点 情景记忆呢 它就是指了人们根据时空关系 对某个事件的一种记忆 人们根据时空关系 对某个事件的记忆 那么这个叫情景记忆 那就是说这种记忆 它跟特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的 那跟这种时间 这样联系的记忆 叫情景记忆 比如说我想想 哎呀 昨天干什么了 昨天我去图书馆学习了 或者说昨天我去某某商场买东西了 那么这种记忆 你看它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 哎 还跟特定的地点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这种记忆呢 就是一种情景记忆 这种记忆呢 是跟个人的亲身经历呢 分不开的 而且它信息的储存呢 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 因此呢 记忆呢 是不够稳定的 也不够确定 你可能再过几天 把你昨天同事的活动就忘掉了 所以这种情景记忆呢 就是说它呢 不够稳定 也不够确定 另外一种记忆呢 就是语意记忆 那么语意记忆呢 它跟情景记忆就不一样了 语意记忆呢 但语意记忆呢 是指人们对一般知识和规律的记忆 就是记一般的知识和一般的 这些规律的记忆呢 是语意的记忆 它跟特殊的时间呢 跟地点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比如说我们记这个符号 记公式 记规则 记概念 那么这些都属于一种语意记忆 那么语意记忆呢 受一般规则 知识概念和词的一种制约 很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 因此呢 它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语意记忆呢 它是对一般知识和规律的一种记忆 比如说一年分春夏秋冬 四个季节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语意记忆 中国的首都是哪里呢 是北京 你看这个是一种一般知识 一般规律 这样一种记忆 比如说在比如说记公式等等 那么这种记忆呢 它就是一种语意的记忆 它跟特殊的地点和时间呢 没有关系 这是土耳文呢 把我们人类记忆呢 划分为这两种不同的方式 另外一种划分方式呢 就是把我们人类的记忆呢 分为了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 内隐记忆 它是指呢 个体无法意识的情况下 过去经验 对当前作业产生的 无意识的影响 就是个体 无法意识 或者说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呢 过去的经验呢 对你当前的作业 产生无意识的影响了 那么这种记忆呢 叫做内隐记忆 你比如说 我昨天呢 复习过这个单词 Walk 复习过这个单词Walk 那么今天呢 我呢 给你这个 我呢 给你 比如说你昨天啊 你昨天无意当中 复习单词的时候呢 复习过一些 Walk这样的一些单词 那么今天呢 我给你一项作业 那么这个作业呢 就是说 我给你给出词干 然后让你把这个词补全 比如说我给你了 WOR 给你这么一个词干 让你呢 把后面的字母呢 添补出来 添补什么都行 只要组成一个 完整的单词呢 就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发现呢 你昨天学过了Walk这个单词 那么今天 在很大的 情况下 或者说在 可能性非常大的情况下呢 你这个单词添的是W 今天添的词干这个 添词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添的WOR K 那么呢这个啊 你今天完成这项作业 你添出这个单词 添成WORK 那么这个呢 它 无意识的啊 受到了你过去的经验的一种影响 因为正好你昨天或者前天 复习过这个单词 那么今天呢你把它添出来 但是这种影响呢 它是一种无意识的啊 并不是说你有意要添这个单词 而说一种过去经历过的东西呢 哎 无意识的影响到了我们当前的作业 所以呢 这种记忆呢叫做 内影记忆 那么与内影记忆相对应呢 就是一种外险记忆了 外险记忆呢 它是指在有意识的控制之下 啊 过去经验 对当前作业产生的 有意识的影响 所以外险记忆呢 它是指强调的是过去啊 过去的一种经验呢 对当前作业产生的是一种 有意识的一种影响 啊 有意识的影响 那么这个叫做一种 外险记忆 啊 外险记忆 比如说你学过一些单词 然后呢 学过这个单词之后呢 我让你把学过的单词啊 给我默写出来啊 默写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你 是在有意识的提取你过去 所学过的一些单词 然后呢 现在有意识的把它默写出来 啊 所以你完成这项默写的任务啊 或者是完成这项回忆的任务 是有意识的提取你以前所学过的一些东西 来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这种意识 记忆呢 就叫做外险记忆了 那么内影记忆和外险记忆 它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一些特点 这个呢 以后呢 我们还要谈到 啊 今天呢 我们就简单的把它的含义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呢 还有一种划分方法 啊 就是根据我们记忆 在 头脑中保持时间的长短 啊 保持时间的长短 那么把我们人论的记忆呢 划分为三种 顺时记忆 啊 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 顺时记忆呢 它是指这个当客观刺激停止作用之后 啊 感觉信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 啊 保持下来 这种记忆叫顺时记忆 那也叫做这个感觉记忆 啊 也叫感觉记忆 也就是说 当客观刺激作用已经停止了 但是呢 感觉信息还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保存下来 啊 那么这种记忆呢 就叫做顺时记忆啊 或感觉记忆 你比如说你这个晚上啊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你看一下你这个电灯呢 呃 比如说看一下 看三十秒钟啊 啊 那么看电灯 看三十秒钟之后呢 你突然把这个电灯的关掉 那么这时候在你的眼前呢 会出现一个黄色的啊 灯丝的这么一个光亮的形象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顺时记忆 或者说感时记忆 光亮的形象 这种刺激已经突然消失了 但是你的感觉信息呢 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保存下来了 这个就是一种顺时记忆 那么它是记忆系统的开始阶段 呃短时记忆呢 它是感觉记忆和常时记忆的中间阶段 呃一般来讲呢 它是指这个保存 呃一分钟以内的一种记忆 那么这个叫一种短时记忆 常时记忆呢 它是只在一分钟以上的一种记忆 啊 它的记忆的呃 时间呢是非常非常长的 这也是一分钟以上啊 好多年甚至终生不忘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常时记忆 那么顺时记忆 短时记忆 常时记忆 它们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有什么样的规律 这个以后呢 我们在呃 以后的内容里面呢 还要详细的谈啊 今天呢 我们呃 主要介绍一下 这三种定义的不同的含义 第四种划分方法呢 就是把我们人类的记忆呢 划分为程序性的记忆 和陈述性的记忆 那 程序性的记忆 和陈述性的记忆 那么这两种 那所谓陈述性的记忆呢 是 是指有关事实和事件的一种记忆 是有关事实啊 和事件的一种记忆 那么它可以通过语言的传授呢 而一次性获得 它的提取呢 往往需要意识的参与 那么这个叫做一种 呃 陈述性记忆 实陈述性记忆呢 我们说啊 这个呢 它 主要是记忆的内容 是有关的事实和事件啊 你比如说我们呃 讲课上啊 我们现在讲的啊 有关记忆的一些知识啊 那么这些对知识的一种记忆呢 就这些知识的一种记忆呢 那么都属于一种陈述性的记忆 那 它是有关事实和事件嘛 啊 所以 一般来讲呢 对这个啊 各种知识啊 呃 等等的一种 记忆 那么这个叫做一种 陈述性的记忆 还有另外一种记忆形式呢 就是程序性的记忆了 那么这种程序性的记忆呢 它不是有关一般性的知识的一种记忆啊 不是有关事实和事件的记忆 而是指呢 我们如何做事情的一种记忆啊 就是怎么做啊 怎么做啊 对这个怎么做的一种记忆 叫做程序性的记忆 它包括啊 对知识技能 认知技能和运动技能的记忆 啊 那么这个叫做一种 程序性的记忆 你比如说我这个 学这个 比如说学这个 学开车吧 那么学开车的时候呢 我在学开车之前 那么我说要找一些书籍啊 然后呢 我要看一看啊 开车啊 的一些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 一些基本的一些要领 那么对这个问题 这些知识的记忆 它属于一种什么呢 陈述性的记忆 那么等以后呢 我随着这个实践啊 练车的不断进行呢 以后呢 我学会开车了啊 学会开车之后呢 那么以后你只要啊 到了驾驶 驾驶室呢 那么你这个车呢 你就会开了 是吧 以后呢 就说你这个就不会忘记了 那么你对这个 开车的这些动作要领的一种啊 开车的这种动 这种动作技能的这种记忆呢 那就是一种程序性记忆了 啊 这就是程序性记忆 那比如说怎么开车 它这个动作技能是什么样子的啊 那么这种记忆 就是一种程序性的记忆 啊 你再比如说这个体操运动员 那么体操运动员 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怎么做啊 怎么样完成啊 那么这个记忆 它也是一种程序性的记忆 那么比较起来的话 陈述性的记忆呢 它往往呢 就是说通过知识的传授呢 往往一次就可以获得 啊 而程序性的记忆呢 它往往需要啊 在开始练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困难 往往需要多次啊 多次的练习呢 才能获得对某个 比如说这个技能啊 某方面技能的一种 程序性的一种记忆 就经过 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的练习 才能啊 获得一种程序性的记忆 但是程序性的记忆 一旦获得之后呢 它就很难忘了啊 比如说你学学开车了 到什么时候都会开 学会游泳了 也是到什么时候呢 都会游啊 那么就这个程序性的一种记忆呢 哎 它呢 有时候是很难忘记的 以上呢 我们讲的就是 呃 记忆 就是我们人类的记忆呢 它可以分为 哪些不同的种类 那么这些不同的种类 呃 都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啊 来划分的 可以划分 呃 以上我们讲的 呃 这些 另外呢 我们说 记忆呢 它有一定的结构的 啊 它有一定的结构的 啊 另外呢 记忆呢 它还是一个过程 啊 它还是一个过程 从记忆到意 是一个过程 那么记忆的结构如何啊 记忆的加工过程 又包括哪些阶段 啊 下面呢 我们就来谈一谈 第四个问题啊 记忆的结构 这些加工过程的 啊 这些加工过程 我们说记忆呢 是一个结构性的啊 信息加工系统 所谓结构性呢 是指记忆啊 在内容特征和组织上啊 有明显的差异 啊 结构性呢 就是指啊 这不同的记忆 它在内容 特征和组织上呢 有着明显的差异 那么记忆接受呢 它是由三个不同的子系统呢 来构成的 啊 大多数人认为呢 就是我们记忆的结构呢 是由三个不同的子系统构成 那么这个子系统呢 都包括啊 感觉记忆 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 啊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图呢 我们就能看出来 你看 那么外界的次记 首先呢 哎 进入感觉记忆 那么在这里呢 进行感觉登记 啊 这是信息加工的啊 记忆信息加工的第一步 啊 外界次记 首先进入一种感觉记忆 那么在感觉记忆完了之后呢 如果感觉记忆的信息 被注意到了 那么这时候呢 这种信息呢 就会 转入短时记忆 它就会转入短时记忆 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 那么感觉记忆呢 它就会消失了 短时记忆当中的信息啊 短时记忆当中的信息呢 呃 它经过我们的复数啊 经过呢 它的记忆里面的信息呢 经过复数 那么这种信息呢 它就会 转化为长时记 啊 它就会转化为长时记 而长时记忆当中的信息啊 长时记忆当中的信息 如果需要的时候 那么又可以提取出来 进入短时记忆 啊 进入短时记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人类 记忆结构的一个图形 首先外界的信息 经过啊 感觉 感觉记忆啊 进行感觉登记 然后呢 这些信息如果被注意到了 那么就转化为短时记忆了 短时记忆当中的 信息 经过复数 它就会转变为长时记 啊 那么长时记忆当中的信息 当你需要的时候 哎 可以提取出来 哎 再进入短时记忆 啊 供我们完成更好的 完成当前的活动 这个就是我们人类记忆的 一种结构图形 啊 人类记忆呢 是有一个 是有结构的系统 啊 另外呢 这个记忆呢 它还是一个 过程 啊 记忆它还是一个过程 嗯 它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呢 展开的 它可以区分为前后联系的一些阶段 那 那么研究表明呢 编码 储存和提取 是记忆的三大基本过程 啊 编码 储存和提取 提取是记忆的啊 三个基本的过程 所谓编码的就是对外界信息呢 进行形式转换的一种过程 啊 这个叫编码 我们以前在讲这个感觉这一章的时候 我们已经谈到了一种编码啊 比如说我们感觉 要想产生感觉的话 那么必须把这种外界的 刺激的一种物理的能量 转化为神经所能接动的一种神经冲动 那么这就是一种编码啊 另外的编码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啊 比如说在记忆当中 在记忆的整个系统当中 那么编码它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 或者说水平的 而且以不同的形式来存在 比如说我们以后再讲短时记忆的时候 那么它的编码就是说 短时记忆要把我们所记忆的信息 转化为一种听觉的形式 然后呢帮助记忆 那么这种言语听觉的编码啊 它是短时记忆的主要特征啊 所以呢记忆的呃 第一个过程呢 就是说你要对外界的信息 进行一种形式转化 那进行一种编码 这样呢使我们大脑呢 能够更好的处理当前活动的一种信息 这是一种编码的过程 编码啊 对编码的的刺激呢 进入我们的大脑之后呢 我们大脑要进行储存的 那叫储存的 那么储存就是把感知过的事物呢 体验过的情感呢 做过的某种动作啊 等等等等 一定的形式呢 保存在我们的头脑当中 那么这个叫做储存 知识的储存呢 或者说知识的存储呢 有时候也叫做知识的表征 叫做知识的表征 当然知识存储的形式呢 可以也是各种各样的 它可以是以形象的方式呢 储存在我们的大脑身 也可以是一种命题的形式呢 存储在我们的大脑中 所以记忆呢 第二过程呢 它叫经过一种储存的一种过程 最后呢 我们说记忆呢 储存进的信息 当你需要的时候 那么还需要提取出来 来处理当前的活动 所以提取呢 是记忆的第三个 基本的过程 提取呢 它是指呢 从记忆当中 查找已经有的信息的一种过程 那么这个就是提取 它是记忆过程的一个 最后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 把我们过去所记住的一些东西 在头脑中把它提取出来 当你需要的时候 把它提取出来 那么这个叫做提取 所以呢 我说记忆它又是一个过程的 那么这个过程呢 它包括着编码 储存和提取 这三个基本的过程 以上呢 我们把这个第一节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呢 呃 这个是卡题 就是说过去的经验 无意识的影响到当前的一种作业任务 那么这种记忆是什么记忆呢 好 下面我们接着讲第二节 就是有关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的问题 这节的内容呢 主要包括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谈一谈记忆的脑学说 有关记忆的脑学说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要谈一谈记忆的脑细胞机制 第三个问题呢 我们要讲一下记忆的生物化学机制 这节课的教学目标呢 大家就主要是了解记忆的脑结构定位理论 记忆的脑机制和记忆的生物化学机制 重点是有关记忆的脑结构定位的理论 难点为记忆的SPI理论 因为这个理论呢 有时候是比较难懂的 这难点是记忆的SPI理论 我们说记忆的研究 它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的 那么心理学家从整体行为的水平 将记忆呢 看成是一个信息加工的系统 并且对加工过程和结构进行研究 那就是心理学家在对记忆进行研究的时候 他是从整体的这种行为水平上 把记忆呢 看成是一个有结构的一个信息加工系统 并且对加工过程和这个结构进行研究 而神经心理学家呢 他是从分析的角度 对记忆的神经机制进行研究 所以这种研究呢 就是更微观性 更微观性 首先呢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记忆的脑学说 就是我们人类呢 有神奇的记忆 神类神奇的记忆 那么这种记忆跟我们大脑的活动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它的生理机制是什么呢 这多年来呢 是心理学家 或者说这个相关的领域 一些学者呢 热心探讨的一个问题 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呢 现在我们说这些研究呢 还只是一种探索性 这些研究还只是一种探索性 那么不同的学者呢 对这个问题呢 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理论观点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记忆的 下面看一下记忆的有关记忆的脑学说呢 都有哪些 首先我们谈一谈这个 有关记忆的一种整合论 整合论 这种理论呢 是美国的心理学家拉叙利 最早他提出来的一种 有关记忆的一种非定位的理论 叫做非定位的理论 或者说整合论 那么他认为啊 我们人类的记忆呢 是整个啊 大脑皮层活动的一种结果 而不是皮层上某个特殊部位的一种技能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观点 就是我们人类的记忆啊 涉及到大脑皮层整个区域 而不是说大脑 大脑某个特定区域啊 管记忆啊 不是说某个某种记忆呢 就定位在大脑的某个特定的部位 不是这样的 他认为呢是整个这个 大脑皮层呢都呃 参与了这个 记忆的过程 那么他呢是这种理论呢 是有实验的来支持的 那么他用实验的方法呢 破坏动物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 并且呢 检查手术呢 对记忆啊 这种影响 结果发现呢 就是大脑皮层啊 破坏的区域越大 那么记忆丧失的呢 就越严重 就是你把大脑皮层给这个动物啊 破坏的这个面积呢 破坏的面积越大 哎 记忆呢 就是哎 记不住了 这些动物啊 这个记忆丧失的 这个非常厉害啊 所以他认为呢 记忆的保持呢 不依赖我们大脑皮层精确的结构定位 不是说某种记忆就定位在这个大脑皮层的某一个部位 而是整个大脑皮层的一种技能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整合论 或者何叫非定位理论 就拉去理他提出来的 那么这种观点呢 得到了细胞集合理论的一种支持 就是四年四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呢 出现了一种细胞集合理论 那么这种细胞集合理论呢 支持他这种看法 那么这种细胞集合理论认为呢 神经细胞间呢 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神经通路系统 就是神经细胞之间呢 形成一个非常庞大 而且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神经通路系统 那么任何一个神经细胞都不能脱离开这个细胞群而单独的进行活动 因此记忆痕迹呢 并不依靠某个固定的神经通路 那他涉及到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个神经元的一种相互联系 那这个叫做一种细胞集合理论 就是任何一个神经细胞的活动 你不能是单独活动的 你必须要涉及到 必须要牵涉到其他这个细胞的活动 所以呢 记忆痕迹啊 我们的记忆呢 并不是说依靠某一个固定的神经通路而涉及到 而是呢 涉及到成千上万个 涉及到很多很多神经元的一种相互联系 所以呢 这种理论 他也支持了一种整合论 认为呢 记忆是我们整个大脑批腾活动的一种结果 而不是说某种记忆呢 定位在脑的某个特定的区域 这就是整合理论的观点 那么整合理论啊 与整合理论呢 相对的另外一种观点呢 观点就是一种定位学说了 定位说 最早这个法国的医生呢 布洛卡呢 他提出了脑机能定位的思想 记定位说 那么他认为呢 记忆的机能呢 这种学说啊 这种学说 他认为 记忆的机能是由大脑一些特定区域负责的 所以你看啊 定位学说 他认为 就是我们记忆的机能 那 他是由大脑的一些特定的一些区域来负责的 所以这叫一种定位说 就是某种记忆定位在我们大脑批腾的某一部分 另外一种记忆呢 定位在大脑批腾的另外一个特定的部分 那 你看这种定位学说的观点呢 和这个整合理论学说的观点呢 是不一样的 那 比如说有些研究者呢 发现记忆和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呢 有联系 像这个潘菲尔德 他在治疗这种严重非常严重的颠线病人的时候啊 那么给进行了一些开颅手术 开颅手术之后呢 他用这种微电极呢 刺激患者大脑批腾的裂液 那么这引起了病人对往事的鲜明的回忆 比如说刺激裂液的一些部分呢 那么病人呢 说呀 我看到了 街道 看到了这个宽阔的街道 那么刺激裂液的其他的部分呢 病人说呀 我看到了这个人物啊 看到了各种不同形象的人物 再刺激裂液的其他部位呢 哎呦 那个病人报告呢 哎呦 我看到非常这个美丽动人的景色 那么你看这里面啊 所谓看到街道 看到人物 看到景色 那么都是刺激裂液的不同部位的时候 这时候呢 产生了哎 这些对往事的一种鲜明的一种回忆 那么这个说明可能说 对不同事物的记忆 它可能是定位在我们大脑的 不同的区域的 另外这个卢利亚啊 他发现的就是丘脑下部的组织 像这个透明格 还有乳头体 以及部分边缘系统受到损伤的时候 丘脑下部的组织和这个边缘系统 部分边缘系统受到损伤的时候 那么病人的短时记忆呢 出现明显的障碍 就是当前记住的一些东西 很快就忘了 不能转化我们的常识记忆 记过的东西就忘 记过的东西就忘 那么这个就是说 说明这个比如说这个丘脑下部组织和这个部分的边缘系统 那可能跟我们短时记忆就有关系了 短时记忆那可能定位在大脑的这些区域 另外呢还发现如果我们的海马损伤了 那么短时记忆的内容呢 不再向常识记忆转化 就是说你短时记忆能记忆一些内容 但是你 常识记忆不能向常识记忆转化 那么说明这个海马这个结构 这部分他可能附负的就是从短时记忆到常识记忆的一种转化 那么这种理论你看这些研究就支持了一种定位理论的观念 就是不同的记忆 它可能在定位在我们大脑的不同的区域的 这是有关记忆为记忆的第二个理论 就是记忆的非定位学说 下面我们再谈一谈记忆有关记忆的SPI理论 那么这个记忆的SPI理论 首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SPI 那么这个SPI呢 它是这个英文串行 Theory P是 它是英文这个Theory 串行 和Parallel 并行 和Independent 独立 三个英文单词的手写字母 这个手字母 SPI理论 它是这个 Theory 串行 Parallel 并行 Independent 独立 三个英文单词的手字母 那这三个单 三个词呢 集中说明了多重记忆系统之间的一种关系 那么SPI理论 它认为呢 人有多个记忆的系统 比如说像这个程序记忆系统 知觉表征系统 语义记忆系统 初级记忆系统 等等的 人有多个记忆系统 那么各个记忆系统呢 是由多个执行特定功能的记忆模块组成的 这些记忆模块的关系呢 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信息是以串行的加工方式 进入记忆系统 一个记忆模块的输出提供给另外模块的输入 就是记忆模块的 第一 信息是以串行的加工方式进入记忆系统 一个记忆模块的输出呢 提供给另外模块的输入 信息是以并行的方式呢 存存储在各个特定的记忆模块中 提取一个子系统的信息 不会牵连其他子系统 各个子系统之间是相对独立的 那么这个就是SPN理论它的主要的内容 信息是以串行的加工方式进入记忆系统的 另外呢 信息是以并行的方式呢 存储在各个特定的记忆模块当中 各个子系统之间 它是相互独立的 比如说 给大家讲一下例子啊 比如呈现一个句子 那么句子的不同信息呢 就登记到相应的子系统当中去了 比如说字词结构特征当中的信息 那么就登记在了知觉表征的 字词形式系统中 它输出呢 就输入到了语义系统 以便对词的意义呢 做出更为抽象的加工 那么语义系统的输出 又告诉大脑呢 关于这个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可能性 语义系统的输出呢 又告诉我们这个大脑啊 有关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可能性 这些产物呢 还会到达这个工作记忆和情景记忆系统 那么工作记忆呢 对信息做进一步的精确的加工 情景记忆系统呢 参照已经存在的情景呢 确定新进入信息的一种时空关系 最后呢 确定出各个句子的一种正确含义 那么在这里面你看啊 首先呢 呈现一个句子的时候呢 句子的不同信息是登记到不同的子系统当中的 比如说字词的结构啊 特征呢 登记在知觉表征啊 这个记忆系统当中 那么语义这个系统呢 输出 它的输出呢就输入到了一种语义系统 语义系统呢 它又把它的输出呢 告诉了呃 这个 我们大脑啊 那么我们大脑呢 这把这些这个 把语义系统的输出呢 又给送到了工作记忆和情景记忆系统 那么这个呢 我们这个过程它是一个串行的 串行的 那么这个简单的编码过程完了之后呢 诶 信息就会并行的放入不同的记忆系统当中了 啊 信息就会并行的啊 放入到不同的记忆系统当中 那么一个记忆 一个信息系统的提取呢 它不会影响到另外啊 一个系统信息的提取 所以呢 这是一种并行的 另外呢 我们说各个并行的这些系统呢 它是相互独立的啊 那么这个就是 SPI理论 它的主要的关键 SPI理论 它没有说明了不同的系统的 呃 不同记忆系统的神经解剖结构 但他认为了多重记忆系统 并行的存在于不同的脑区当中 啊 近来的研究者的发现呢 也越来啊 越来越支持了这个观点 你比如说沃灵顿等的研究发现呢 左侧顶页呢 主要负责的是言语材料的记忆 而右侧顶页呢 则主要和人的非言语材料的记忆有关 那你看这个就是说不同的大脑 不同区域 那么跟不同的记忆系统是联系的 所以呢 近来的研究发现呢 就越来越支持 就是说我们人可能有多个记忆系统 然后呢 这个多个系统是由不同的脑解剖结构来负责的 啊 以上呢 我们讲的就是这个 记忆的有关 SPI的理论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讲到这里 很久不见 感谢观看